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短暂访台 期间国防部发布三一军进入强化战备状态 我们站到最高点来看到 看到左营军港这个部分 有多艘军舰在现场戒备 从上午8点开始就有多艘军舰在左营军港集结 包括四艘的拉法业舰 四艘紧江舰 中海级战车登陆舰 以及海豹潜艇两艘 其中拉法业舰有两艘一早就出海 而另一艘海豹潜艇在接近中午时 结束巡防回到了军港 整个左营军港陷入紧张氛围 几艘作战型军舰的战备军力部署 跟中共解放军要在台海六个区域 进行实弹射击的军事演训有关 而这一次的共军演训范围 其中高雄外海的演训区 离高雄港只有约20公里 是最直接受到威胁的都会区 而高雄港横跨了包括 旗津 林园 小港 钱镇 林雅 跟延城六个行政区 对于中共侵入中华民国领海 发动的军事演习 军事专家表示 就是要让台湾安定受到动摇 他真正的目的是 希望在台湾社会有感 让台湾乡亲对这边感到 他恫吓的威力 能够去动摇台湾的社会 人心的安定 这个才是真正 所谓中国大陆对台湾 实施认知作战的标准模式 中共解放军禁逼高雄港的军事行动 由高雄市民认为不至于开战 据我所知蛮多的电子产品 都是互有往来的 那如果真打的话 应该美国应该不会那么受手旁观 这个年代大家要赚钱 中共打过来他们也没有好处 裴洛西访台前后 引发了台海紧张情势 军方严密掌握 并且加强监控台湾国防全面警戒 华师新闻抽履品 秋显雄 高雄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师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